回到直播室,11點05分,是節目最後一個部份 星期三,早上10點半,泛民主派又要關門 在二樓201,不知道陪伴有沒有偷聽器 又繼續商討,11點到樓下大會做些什麼 上次我們已經被他陰了一鍋,大狗,你明白嗎? 所以這一鍋我們都不太跟他們談的 因為上次陰了我們一鍋,就是舉牌 舉到我們三兄弟那個叫無聊道,他都算絕,讀得對 我們三個無聊道,我們三個真是按摔摔,站在身邊,無聊道 然後我們被人趴出去,他們都坐在那裡 然後長毛賴死不走,被人抬的時候,我回到頭,和你回到頭 然後我掃那些東西,懷恨在心,講到現在,你知道嗎? 他說鄭家富,如果掃到他打我,你老母,你夠膽你就打 我下次就掃你,這條潮州仔,我就跟你隻臭 你夠膽在立法會和我一人一脫,我告訴你,我在大隻裡面鬥打 那你夠膽我就說你厲害 口水多於瀑布打,又不開會現在 這個到現在為止,整個民主黨,缺席最多的一個立法會議員 他不知道最近做什麼,初初是帳目委員會都不做的 帳目委員會都沒有來開會,知道嗎? 開會次數極低的一個人 大佬,幸好我們整天開會,不是分分鐘留會 我還沒問何俊仁,何俊仁 接著要繼續讓他做帳目委員會委員 因為本來不讓他做的,要讓金乃威做的 結果金乃威就出了事,於是他就繼續做 今年做帳目委員會,也懶得說 你真是生氣,你真是大膽,對不對? 我就在立法會那個會議廳生氣你打 是不是? 我就推他一下,如果他還手,說你厲害 大家大打出手,演一幕多好啊 你立即一舉成名鄭家富 我告訴你,立即一舉成名 打肉獸 他們說的又是三腹屁 你說民主派那些繼續說 每人不回來開,你做什麼民選議員啊? 這麼有限的? 很有限的 當初拍板支持港深港高速民主黨是去拍板的 我問何俊仁,為何你們會支持那27億撥款 他說鄭家富會決定的 所以那些朋友,特別是蔡元村的朋友 應該就為止說鄭家富,為何你支持港深港高速啊? 大哥,經過你蔡元村的 你說我支持港深高速,令到你們賠多點錢嘛 多謝我啦,大哥 你們搞抗爭,大家講數,政府賠多點嘛 蔡元村的朋友是很值得讚賞的 那個毅力和聚焦 整個過程裡面 堅持這個不搬不接受賠償 現在社民連沒辦法了 自己都有心理準備 一定是四面受敵 那不是今時今日說的 所以為何會有一句口號叫四面受敵 八面威風 是真是四面受敵的 現在民主黨老實說 尤其是張文光 有一次在前廳被我罵到他狗血淋頭 記不記得嗎? 因為他上次動的場面 我裝了魚丫蟹 你明白嗎? 被我罵到他狗血淋頭 李華明那些見到我的臉 又開始臉了 鄭家富 我們全部跟他吵過黃誠志 現在你一定是當社民連是仇人 事實上真是威脅到他 他們過去整天都裝了英雄 特別是張文光 每次都爭壁章 每次政治辯論 焦點關都聚在那裡 每次疾保皇黨 民建聯 都是張文光為主 但你疾疾一下 沒有了道的 每次疾完之後 你疾人 如果你的辯論 過去十幾二十年都是這樣的 那你的本質 沒什麼改變的 你疾完之後 報紙講你兩句 但是整個制度 繼續都是這麼封建 這麼保守 那個民主永遠都不出現 就是說你疾完之後 沒有效果 所以繼續被他們這樣疾 香港的民主都沒有前途 所以現在大家都看到 在Facebook裡面 已經有很多群組出現 要求民主黨支持五區總治 大家就盡量去瀏覽 或者參加群組 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們現在的E-mail 他們是不看的 免得讀口讀鼻 但是他們的助理會看 區議員的E-mail address 民主黨總部的E-mail 大家都跟他們討論一下 他們連Martin的意見 李華明都可以說到 都是少數的意見 Martin的意見 都是黨數的意見 都是少數的意見 其他市民的意見 你以為他們會理會嗎 都要表態 最好 大家各自表述 現在他們要有一連串行動 行動包括賭骨牌 你自己賭完 你不用予我 OK 不是 我說賭骨牌好 第一個是張文剛 第二個是李華明 讓他們賭光 到後來剩下四十多年 玩一下這樣的遊戲 然後又說要絕食五十小時 計劃裡面是遊行 簽名 你不厭嗎 三部曲 我經常都說是三部曲 簽名遊行絕食 三部 講了 這次是聰明一點 絕食五十個小時 不是二十四個小時 大哥 如果 你說覺得五區總辭 都不夠激 你就想過第二個 你帶我們回頭 好像公民黨那樣 二十三個小時 但他現在自己也不夠濺 因為大口說不走飯 還有那些功能粗 誰都不會走飯 就是浪費 你想些新意 你想些新意 可行性的 你想些可以取代五區總辭 不要說我牽著你鼻子走 不要說你社民連出題目 我要跟你走 那你就出題目 讓我跟你走 絕食五十個小時 1988年公布商查方案 已經絕 在新華社門口已經絕食五十個小時 那時候我也有份絕 二十一年前已經不斷絕 你當然又是說絕食五十個小時 又這麼大塊 你又絕食五十個小時 一頭都沒有 所以我就說你不要絕 絕到全部都死了 好像天安門那些年輕人 絕到每個都死 那你就去絕 你不要到時候絕食五十個小時 絕食完肥了 那次李卓人 絕食完喝多湯 絕食完之後 然後磅一磅,重了 這叫絕食 絕食完的人重了 那些遷體都不理你了 絕食英文叫什麼 那為什麼是strike 那為什麼叫strike strike 他strike back 絕食完可以肥 重了的,我都沒聽過 香港民主派的人絕食完可以重了 你說是不是笑話 絕食可以喝雞湯 你有沒有避充油 所以沒有避充油 所以就重了 那雞湯都避充油 隔了油 你真的學甘地 是不是 你現在真的很悲哀 現在政改方案大家已經知道是什麼 然後你說我一連串的行動 28日那天我們就抗議 他現在怎樣抗議呢 10點半鐘我們下去談 那我就不會下去談的 是不是 那麼各有各做啦 叫他walk out他又不夠膽 是不是 你明白嗎 那那就是怎樣呢 總之我們三個做自己的事 唉 我們現在總之做一件事 其實是五區總辭 傳聞公圈 即是社民要聚焦 聚我們的力量 我在這裡呼籲 有些年青的朋友 如果你未登記做選民 請你盡快登記 萬一我們三個遲 再選的時候 就糟糕了 總之你現在是98歲的 未登記做選民的朋友 請全部叫親戚朋友登記 聽我節目的朋友 在海外都可以 打電話回來 叫朋友登記做選民 準備五區總辭 補選的時候 就投票支持我們 即是每個支持 如果不是 如果社民連三個遲 就可能會全家產 一個都進不回去 你明白嗎 所以大家真的要登記做選民 我們接著會去地區上 搞簽名登記做選民 一樣會做的 以及推銷五區總辭